今天这期视频是近期PD的好务部分享 最新满这两副睫毛我真的是爱心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睫毛超级多的 之前带这种略混型点点的美瞳会贴比较夸张的睫毛 是这样一簇一簇的 现在它又升级了 我真的很感谢做睫毛的人 你看现在已经出这样了 一簇 两簇 三簇 真的是我贴过史上最快的睫毛了 就是我今天这个上的睫毛 超好看吧 真的很好看吧 而且很方便 三簇就是我都不需要一分钟把它贴完了 上下睫毛浓郁度要差不多 所以才看所以更好看一些 下睫毛用的是有六簇 基本上五簇就可以贴满整个下眼睫了 这个我是肯定要回购第一 真的很好用 两把刷子 这个刀锋刷应该都不陌生了吧 真的是太香了 尤其是我会画内眼线 超方便 超级快的 再感谢一下化妆刷制造商 能做出这么方便的刷子 如果你经常化妆 然后还没有试过的话 完全它不是智商水不会采泪 这个小的唇刷主要是画上唇这里的 对这几个小工具真的很方便 可以解决化妆的时候好多问题 有它们就是幸福感很提升 对起来我总觉得唇刷这种东西 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现在基本都是用唇釉的嘛 就已经比较好涂了 还用唇刷干嘛呢 就是有它刷出来的嘴唇 的时候好夸张啊 然后我试了一下 确实还可治 日常用是没有问题 我只想用kiss me啊 它有个恋爱魔镜啊 它都会晕 它里面会有纤维啊 而且膏体比较多上面的膏体 不像这种小钢管 就是上面的膏体很少 所以它真的不容易晕 这个是我蛮惊喜的地方 所以我会用它来涂下睫毛 就不会弄脏 它传效果不会特别浓密 但是呢 很自然 这个眼线笔的漆已经被我創掉了 就它这个笔头啊 真的很细 而且它笔头很硬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用眼线笔 是软头还是硬头 刚开始还不太习惯 就是用顺手 它很适合来画下睫毛 还有就是这个 我跟你们之前分享过的 精灵耳贴的 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中一面是基本看不太出来 做的耳朵的 然后我给你们贴上看一下 我一般就贴两个 因为贴一个它不太够撑了起来 而且要把头发都捞上去 然后再贴 要把人把头发沾上面 它是挺明显的吧 如果不够的话 你可以贴三个 就是一次怎么样 变化很明显吧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啊 就是我好喜欢这个精灵耳贴 这个是我买凶天以来 买到过最厚的 这次我也是随便买了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就 用完就扔了嘛 也不会同步用 就是它的耗性 比我之前都买的要更大一些 而且惊喜的是它还更厚 我近期用到觉得 嗯 不错的东西 最后跟你分享的是我买了几个发价 它质量好好 它是手做的 就很喜欢 天气不见地变热嘛 我会比较喜欢穿比较仙气的衣服 什么旗袍呀 长裙 棉麻呀 这种颜色类似的米色呀 它可以当我所有的长裙 还有浅色旗袍呀 你们看很喜欢 如果你喜欢看这类视频的话 也可以点赞收藏 然后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其实好想跟你分享一些 我平时比较爱吃的小零食呀 素食呀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呢 拜拜